好的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头像风水时转营的主讲老师青山 今天进入咱们的第五讲 根据头像中的正反面来分析事业 今天重点为大家讲解的 是咱们事业受阻的头像 如果说目前你的事业正值受阻期 看看有没有中招的呢 如果说你事业受阻 赶紧看看多个渠道来钱的头像 又有哪些的特质 还有第3种工作无动力的头像 很多朋友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现在工作的积极性不高 或者说没有动力没有想法 脑子一片空白没有太大的干劲 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什么样的头像影响了你 或者使用什么样的气场感到这个头像呢 都在咱们第3个专题 工作无动力的头像里 再有就是第4类白手起家的头像 都在本节课程当中 在课程开始之前呢 先稍微的回顾一下上期的内容 通过图像的阴阳 我们来分析了我们的情感 为大家介绍了感情甜蜜的 泛乱头花的 男女角色反串的 感情受伤的 找不着对象的 等等的头像 没听上节课的东西 一定要听 上节课也很重要 那我们来看今天第1部分 事业受阻的头像 我们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有这么几点 首先呢要关注头顶 因为脑袋为前挂 为天为视野 那我们就要更多的去关注脑袋 再有呢就是脚下 脚下是我们要走的路也很关键 再有一个呢就是面前 咱们面前如果说一团乱糟糟的 或者说面前看的鲜花的 他肯定也不一样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背后 背后呢是人的靠山 是我们后靠的地方 你背后如果是杂乱无章的 有水有马路有尖角煞等等 那你在贵人方面 他也不会好 所以这几个维度我们都要去观察 那我们先来看看第1个 事业受阻头像的案例 同学们看左边这张头像啊咱们重点来分一下这个人以及整个 他背后好像是个库房吧仓库的摆放 包括的头顶 能看到吧 咱们根据之前学习的阴阳原理来分析呢上为阳 那是不是上面阳的部分这个脑袋被货架的顶部恰好给压住了 而且是用切住的感觉 我给大家画一下 对不对 是不是这种切住的感觉 你看他正好坐在这个货架上面 货架上面又正好有个横梁给他压住了 就说明现在目前的事业不得伸展 咱们再来第2看第2个方面啊 第2个地方就是他的手是不是做了一个交叉状 手一旦做交叉是不是就是停的意思 说明事业停滞了事业受阻了 再看呢 他的包 放在了旁边 说明他现在已经卸下包袱了 卸下包袱说明什么 就是不再上班了啊 工作因为有压力所以不想上了 就是这样就是这么去解读的 所以建议这类头像的既然没有发展了 咱大不了的就换个行业换个新的环境 肯定就能够有新的起色 为什么 因为现在目前的这个工作让他心烦意乱很烦躁 他都拎不起来了 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头像是一个女孩子 而这个货架上面放的 哎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都是一些重物啊 给人一种很重的感觉 那你们说啊一个女孩子拿得起来这个重物吗 他肯定是拎不起来的 对不对 他拿不起来 所以大不了呢 就换个行业换个环境就好了 他就能够拎得起来了 现在这个咱们图片当中的这重物跟咱们这个太极点这个人他就不相辅不相配 所以我们就能够知道啊从事这个工作他现在不合适 或者说他自己的能力不够 以至于担当不起来的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重物就类比成他现在目前工作的内容 使他拎不起来的 就这么去分析 那好同学们我们再来看一个事业受阻的头像 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人物的背影 还有大海光着双脚踩在沙滩上 对吧 双手双脚呢都背在背后 都背在后面 那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根据阴阳分析 上为天下为地 我们都知道 天清地着 天呢 要清 要高 要淡 地要厚 要稳重 当这个地重的时候 咱们的大地母亲 才能够去承载 好理解吧 那天清的时候我们人呢 才能够有发展空间 才会明亮光鲜 才会有新鲜的空气 所以根据这些相议呢 我们来看啊 这张图里边是不是 水已经跑到天上去了 在这个图的最顶端 是不是过反了呀 女人想要出头想踩在男人顶上 那是不现实的 女人还是要回归女人的样子 天要清 地要灼 那我们看一个地 这个地是不是平碳的 他有同学说老师啊 你看这个还不平吧 很平啊 同学不是这么去解的 咱们光看表面是平田的 但他本身是一滩沙滩 还是湿的 是不是带着泥硬的 而且呢是往着海水的方向去走的 能看到吧 我们有句话叫做人在河边走 哪能不湿鞋呢 你这个鞋是不是要湿 而且啊 他现在咱别说 要湿鞋了 他现在连鞋都没有 还是光着脚牙 说明行走困的是跑不起来的 那鞋子是什么 鞋子是保护我们脚的 现在呢 他就是没有保障 没有这双鞋嘛 就没有这个保障 没有生活保障 没有感情保障 没有事业保障 咱们一下呢 就都看出来了 所以通过一个头像啊 咱们不单单看的是视野 如果说分析视野 那咱们就重点看视野 看别的也能看 咱们现在整体再看一下 这个女孩子是不是面朝大海的 面朝前面看的都是海浪 听起来呢 挺浪漫的 但本质上是一望 一望无际的海水 对不对 是飘渺是迷茫是无奈 所以说这类头像呢 你就直接告诉他 你的事业方面如果再往前发展 在目前这种消极的状态去面对 你的事业就是没有发展的 那怎么办呢 回头是爱呀 返回到岸边了 那就好了 他现在没有鞋子 工作上没有依靠 只能靠自己 有的时候甚至可能还得 撕下去高端 小动作才能糊口 因为他两只手在背后嘛 就是这种撕下暗字的意思 好理解吧 所以呢咱们就跟这个女孩子去建议呀 很多事情 做事情不能只凭感觉 只靠勇气 眼睁睁的看着嘛 往海里去走 可能有人说我就不信了 我就一定要如何如何 同学们没用吧 光有胆量是不够的 你要问他为什么往前走 他会告诉你说 因为他看到光明了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海里面前面是不是 一片亮的 一片光亮 但是他是过不 但是他是过不去的 对不对 过去就淹死他 他是过不去的 你没有百度人 前面也没有船 说明现在 目前这个事业当中了 他没有贵人的帮扶 没有百度人 没有船只 又没有依靠 这都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好的同学们 再看一个事业兽组的头像 这个图案 他们重点看什么呢 是不是先看这个人呢 这个人 双手插兜 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 是吧 而且看上面还有两匹马 那怎么用 运用这个阴阳的原理来看 上为阳下为阴 上为事业下为家庭 上为领导下为下属 有没有发现这个人 不凑巧啊 正好站在马蹄子下面了 这两匹马是腾空而起的 他站在这个马蹄子下面 还是两匹马的马蹄子下面 说明在事业当中 肯定是容易遇到小人的 而且这个小人他是怎么遇到的 我告诉大家 两匹马 马也可以把它当做领导来论 因为现在呢 他是在天上的在上面的对不对 上的为领导 那现在就是两个领导在争夺权力 他站错队了 就把他给压着了 以至于最后殃及持鱼 把他给踩踏了 所以事业当中的就会遇小人 再有这个人物的手是揣兜里的 同学们揣兜往往代表做事情的 就会小心谨慎 再有呢 就是整个图里边看这个人 是不是非常小的 是不是这个人的内心不够自信 信心不够 咱们甚至还可以继续分析啊 看这个图里边还有一个反攻水 这个反攻水是来自于咱们风水看雨雪里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有一条水或者一条环路 啥叫环路 同学就不是笔直的路 不是笔直的水 有弯的 对吧 有弯的 一条环路 这个环路的窝里边 比如这个形状 同学们来看 往下的就是不在窝里边啊 窝里边呢 就叫环抱水 就是好的 但是如果他在这个窝外边 就是反攻的 同学们 你要是在这个弯外边 你就是不遭不招人待见的 就是不好的 就叫做反攻水 你现在发现他后边是不是就有这么一个弯 那条路就有个环的位置 就是个反攻水 对吧 相应的 这个人流年流月 事业就会遇到不顺利的事 那怎么办呢 给他些什么建议呢 就是 让他别站队了 凡事呢 你既然双手揣兜 摔手 双手揣兜 这么 怎么说呢 不能说胆小吧 这么小心解释 那你就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绞心别人的是非里面 同时呢 还要注意身边属马的小人 因为现在是马踩踏着他 所以身边属马的人 是一定要注意的 就这么去解 好的同学们 我们进入第2个 第2个部分 多个渠道赚钱的头像 那很多同学一听这个专题 一下精神头就起来了 对不对 既然是多个赚钱 多个渠道赚钱的头像 要看注意哪些方面呢 首先第1个 头像的明暗度 一定是要亮的 啊 同学们你们想吧 赚钱你是不是得睁大双眼呢 是不是得亮一亮 第2个呢 在图中 明显有体现事业的图案 什么意思啊 来 明显体现事业的 先来看这个瀑布 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会发现呢 由上而下有多个层次的瀑布 多个层次是不是要平台呀 多个层次就是有多个平台 多个平台也是可以叫多个级别 说明这个人来的前 是代理极制度的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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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种代理极制度的事业 好怎么再来看啊 一般我们用最下面这层来立太极 因为最下面这层更趋近于人 天人地 人是生活在地上的 所以咱们把最下一层来立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最下面一层 它是有1234 四个瀑布 而且这四个瀑布都是短平快 甚至有点小的 说明他现在做的生意呢 是有四个来钱的渠道 统一都汇入到这一个潭水当中了 这个潭呢是他自己的口袋里面 同学们看下面这个浪花 翻了这个浪花 这四个渠道的钱都是短平快的钱 单价比较低 客流量呢还比较大的钱 因为同学们看这个水 湍结的都翻出浪来了 对吧 水流的急就说明是客流量大 单价比较低 因为这个短 如果说客流量大 单价还高 按理说就应该瀑布要长 如果说想要能够存得住钱 同学们最好是这个下面的位置 一定要有个坛子去收着这网水 大家有没有看 现在他好像貌似是有一个坛子 但是这个水是四散开来的 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说明这个人钱来的快 去的快散的也快 所以这类头像给这个改善建议的话 就是建议让他水底下有一个窝 能够去流住 流住这个水 也就能存住这个财 就是这么去看的 好同学们再来看 这个也是多个渠道赚钱的头像 同学们怎么看啊 多条的赛道 那就是多个赚钱的渠道 咱们直读就行 这个头像重点分析什么呢 赛道 网 还有旁边的这个树啊 这个树都不能放下 有几个赛道就是有几条赚钱的渠道 或者说经营了多少个项目 或者经营了多少个事业 或者呢有几个地方来钱 那同学一听这个就来精神了 说老师啊 我把它换成特别特别多的赛道是不是就行了 别着急啊 我先跟你们说 你们听听看 哎就比如说这张图像 我刚才那么一说啊 很多同学都觉得这个图像可太好了 那是有不好的地方没给你说着呢 明白吗 首先呢咱们怎么去入手呢 他最边上的这个道啊 也就是他事业的最先从事的行业 而且呢 事业是有顺序的 对不对 他最边上的这个 就是他最先从事而且赚到钱的 可是目前最早从事的这个行业呢 可以说盘子越来越窄发展越来越少 但是依然盈利 中间的还亏过一大匹钱啊当然现在还是依然可以盈利的 我当时为什么这么断呀啊同学们这也是我一个学员的案例 真是案例 大家有没有发现最左措的这个赛道是不是是最窄的 说明现在赛道窄了 不过虽然窄了呢但是他依然存在 而且呢最左侧第一条赛道他的中间的位置有树的阴影 那有阴影的位置肯定是出问题的我就断他 这条赛道现在还在还能赚着钱但中间赔过钱 因为出过问题了吗肯定他亏钱了他说对 同学们再来看啊后来呢他就不断开辟了新的事业 而且呢面临破产 因为什么呀因为后边这张网 这张铁丝网 这个网他就是网啊咱们知读就行网呢把它给网 网住了天罗地网吧把你网住的时候你这个事业就没有办法伸展了已经把你给阻绝了当时我就告诉他你刚做的这个事业啊尽量不要再做了 你这个事情做不下去的时候 你就发现了你以后作业没有用一定是进行不下去的因为这个网呢咱们来看啊 是不是从头网到底了都网出网出咱们这个图外边了 一网到底一穿到底 这个网啊这条路上都有 全都给你兜住了 所以当时给他建议的就是你先能把手头做好的你就做好 剩下的啊资金要立刻回笼 做你之前最擅长做的刚开展的项目新的这个啊靠右的这个比较新的你就别做了 做你以前的靠左边的 最擅长的这些事还可以做但是现在新开展的他是一网到底的就不要再做了 咱们就这么去给建议肯定是没有错 好朋友们再来看这张啊 典型的中国地图 那我们终点呢看这个中国地图的板块有没有发现分成了很多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这么多省份 既然板块多就说明现在目前业务多 渠道多啊比较繁杂 那就是多个渠道 而且所有的板块区域的边界都是比较清晰的说明这个人做任何事情都是守规矩 守本分的超越自己能力范围的啊超越规则范围的他是不做的 所以跟这种人交流其实呢大家就非常的合适而且你跟他做生意你也是放心的 那你问说老师啊这样就非常好了吗那我就换这个 同学们也不一定啊因为板块太多了很多时候我们说呢就容易过游不急主次不分 你就容易 胡子眉毛一把抓什么都抓不过来什么都没有做好 所以咱们要分主次分重点逐个击破 这也是给到对方的建议啊这也是给到对方的建议 好的同学们再来看啊这是一个典型的多渠道赚钱的一个头像 其实呢很不错啊很不错 我们重点来看啊长城 山脉 风火台 这个山脉脉络是很清晰的 厚实有生命力的 包括下半号这个树都是郁松松的对不对 说明他的视野铺得很大 而且呢根基深厚咱们再来看啊他上面这个风火台 风火台就为制高地啊几个风火台就对应有几个事业几个项目几个来前的渠道 所以这个头像还是非常好的 再有呢我们也知道古代建长城是抵御外侵的啊抵御这个外敌入侵的对不对 那既然抵御外敌这个长头他就是一手难攻的 说明目前的事业都比较稳定 而且呢所从事的项目之间都有关联性很多元化啊可以互为极小之势 一手难攻 这个事业别人也不容易挤进来 所以这个头像是不错的 但是呢啊这个头像呢 2023年到24年呢不建议用这个头像 好同学们再来看第三个部分啊工作没有动力的头像 关于工作没有动力的头像我们要看人物的姿势这是头一个 第二个呢还要看头像的色调 包括呢表情 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因为刚才一说表情有同学就就愣住了老师什么叫表情呢 来看这个工作没动力 首先来看睡着觉呢对吧 再有呢是不是漏着小肚脐呢呀 第三个呢睡的这个枕头还是网格的 那我们现在运用这个阴阳的原理去分析啊 他既然躺下休息了是不是就不想动了 是不是就为静 那想休息你为静是不是就不工作了因为工作为羊吗 积极性你肯定高不了 第二个呢他漏肚脐了啊我们说呢藏着的为羊漏着的为阴 漏肚脐呢就是漏肉等于漏财了 那同学们你们想嘛啊本来就为阴 你还把这个肚子啊都漏出来了把财都漏出来了 你哪有工作的积极性呢 第三个呢枕头和被子啊都是网格的说明被网住了 你被网住伸展不得动弹不得 那他工作得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束手束脚没有动力 所以给到这类朋友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别再沉睡了 你自己才能救自己你躺下谁也不会救你谁也不会给你钱花 赶紧起床吧 咱们再来看这个啊 这张图我们重点看的元素呢 头一个是这个烫发棒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觉得他小就给忘掉 还有呢就是看他的表情 哎闭着眼睛呢是不是享受的状态 包括眉毛的都是向下来舒展的 还吹着泡泡呢 那咱们运用这个阴阳的原理 头发呢为丝发长在咱们脑袋上啊 脑袋为钱挂为视野 你看视野是不是被很多这个烫发棒啊 用绳子给绑起来了 说明是受困之向不得伸展 很多思虑啊很反乱 想不开理不清 同时呢他有不想面对的人不想面对的事哎就把眼睛给闭上了 而且呢他没有自信不想面对 要不怎么闭眼呢 但是这个人啊非常的单纯和善良 因为有很多善良的人他的眉毛都是向往下长的 能给对方带来欢乐不给对方带来压力 所以咱们一看到这张头像就知道这个女孩子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很善良的人 同时他睡着他吹着泡泡 你想人睡着的状态是不是很放松的状态啊 那他哪有动力去工作呢 那我们来给他的建议啊就是事情需要一个个的解决 因为他头上有太多的卷你得一个一个卷去拆去解决 并且他想问题的不能太个性化要全面一些不能只顾某一个方面 因为他自己本身呢是有能力去解决问题的 同学们来看啊 这里面有个细节他的两个肩膀是不是很宽呢 包括两个肩膀头是略微往上的 说明他本身这个人呢有能力有担当 但就差在自己去行动起来 他没这个心气 闭着个眼睛吗 能理解吗啊 咱们得让他去行动起来 这个就是给到的建议 那咱们再来看一个工作没有动力的 慵懒的躺在沙发上 咱现在话说叫葛又瘫对吧 瘫在沙发上 咱们可以看啊 这张图里边不只要看这个人还要看桌子上 这是比如手机 看这个人物的坐姿 还有他脸上的一个书本 根据这些呢 我们用阴阳的原理来看一下 他呢 现在是一个 摊坐在椅子上不想动的状态 说明是一个比较贪图安逸 贪图享乐 贪图融化的一个女孩子 同时还有啊 这个人善于伪装 因为呢 他给别人的感觉 你看我在用书扣在脸上 同学们书是什么呀 书是知识 是不是表面上让人感觉这个 女孩子挺上进的 或者挺有品味的 但本质上呢 他是用这个书 挡着自己在睡觉 所以呢这个也可以解释为善于伪装 第二个就是呢 他目前其实是有工作的 因为他端坐了一把椅子 又不叫端坐格 又躺了一把椅子 他已经坐上去了 说明有工作 但是行动非常的懒散 包括你看 手机是不是倒扣在桌子上的 说明工作积极性不高啊 倒扣的手机 表示不想被打扰 工作积极性不高 所以说建议这样的朋友啊 真正的做好自己该做的 你才能够拥有自己想要了 否则就会怎么样呢 今天工作不努力 明天努力找工作 同学们你们想吗 一个热爱工作怕丢了消息的人 谁把手机倒扣了呀 来个T星你都看不着 有的时候咱开会还得静音 你开会你手机倒扣了 你不就错过很多消息了吗 对吧 好同学们继续看啊 这个头像呢 也是工作没有动力的 咱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位小朋友 还有一对展开的隐形的翅膀 是不是 我们知道 翅膀既然张开了 就应该是在天上飞的 但是这个头像上半部分 有很多人的腿 上为阳 上为工作 下为阴 同学们 当中很多 咱们来看上为阳 上为工作这个地方 是不是很多别人的腿踩着自己了 说明压力大犯小人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咱们能看着是不是用手捂着脸呢 翅膀张开的人是蹲着的 说明自己特别想起来飞起来 想行动 但就是起不来 因为人在那蹲着呢 说明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走 还有啊 有个小细节 咱们能在图里边看到很多细碎的 小的这个羽毛 说明备受伤害的 东西你们想吧 一个鸟什么时候掉毛啊 是不是受伤害的或者吓的 使劲的扑腾自己的翅膀会掉毛啊 说明这个时候受到伤害了 包括现在这个整个太极点这个人物啊 是个小女孩 是个小朋友 他呢 说明内心是渴望过去的 怀念 小时候不愿意长大不愿意面对现实的 所以建议呢 这类朋友可以多跟身边能力强的人聊一聊 想想解决的方案啊 不能只一个人在那蹲着瞎想 只有动起来 才会有结果 这是这一类 这样的头像 给到的建议 那同学们咱们再看第四个部分 白手起家的头像 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必须的地基 还有图案的走势 来同学们咱们看这个头像啊 是一幢高楼 并且是这楼中间最高的 这座高楼对应的呢 就是头像主人 他是最高的啊 周围身边都矮 而且你会发现他下边还有很多的楼房是不是 说明他身边有人拥护有人爱戴啊 有人拥戴 但是他自己走的太快了 穿的太高了 身边的朋友走的太慢了 说明他要带动大家 带动身边很多人啊 这些周围的人都是依附于他发家之父的 所以给这样的朋友的一个建议就是虽然你现在自己成功了 你身边的人也能依托于你了 但是高处不胜寒你走的太快了 你要拽一拽身边人才能够不那么累 你要让别人跟着你一起的啊 去齐头并进要帮助他们 再或者说呢 如果说实在觉得身边的人都提不起来或者不值得提 马上更换人机圈子 否则的话 这些人可能会拖累你的 严重的话会拖垮你 好同学们再来看啊 这也是个白手起家的头像 我们就重点分析的是这个人物地面的裙子啊 后面的裙板 还有这个人的身子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人是在地面中间的位置稳稳的站立的对吧 但是他背后是不是有点往后后倾啊 这个裙子有点在往回拉的感觉 说明目前有人在拽他的后腿 有一些不盈利的事业板块拖了他的后腿力不从心了身子已经开始往后仰了 同学们想嘛 他的身子在图像当中其实就站这么大一块 小小的身子穿了这么大的裙子说明现在自己的力量承担不起现在这么大一摊子的事业 再有一个啊 这个人呢是稳稳从地面往上升的发现没有 说明他是从根部开始从零开始就代表是白手起家 他虽说是白手起家但是能看出来他对金钱的欲望太强了 因为整个头像当中啊这个衣服为坑挂啊 坑为布为自己的钱财 同学们想嘛这么大一件华服 占了这整个图面图面这个图像当中面积有四分之三以上了吧 说明他想要钱 而且图中整个 啊 咱们来看我给大家画一下啊 占了这么大的面积 说明的金钱的欲望就是比较强的 给到的建议呢就是欲速则不达量力而行需要劳力结合 劳力结合这是典型的女汉子女强人 自己呢把自己的事业一个人撑起来呢 那咱们再来看一个白手起家的头像 我们能看到首先中间是不是有一根主干呢 旁边有很多的星星点点底色呢是黑色的 明显的主干只有这一只说明了他是独立经营靠自己啊 凡事只能靠自己 而且他成功过 因为是一棵结盖果实的树 上面呢来看 这是不是中间有很多星星点点的圆球啊 但那又是雪花的树 说明曾经成功过 成功过 他树干的位置咱们来看是弯曲的说明已经压弯了腰 责任重压力大负担重 思虑有很多说明了已经把自己的脊柱给压弯了 压力太大 再有呢咱们来看啊 他就细细的一根树干是不是这个枝叶 太多了呀同学们 而且呢有的甚至都是脱离之干的 说明了这个人思虑重 想的多求的多 特别想甩掉自己的包袱 不想去想但是又求的太多 这个就是矛盾的 这叫典型的圈不得 包括整个头像的底色就是黑色的代表的就是市场环境 咱们人生活在环境当中这个树呢在底色当中 说明市场环境是差的或者说政策是不支持的 目前的行业竞争压力大 事业的发展空间受限等等 所以像这一类的头像虽说也是白手起家但是对未来事业的发展 以及目前的发展它是没有加分项的建议现在遇到这么多的事情了 饭要一口一口吃一点一点来要先卸掉自己的包袱 同时还要多多注意身体健康 注意头一个 是自己的颈椎腰椎 第2个要注意自己的思虑神经方面 包括像这种神经痛脱发掉发健忘睡眠等等 都是这种头像的可能比较多发的情况 也要注意到该看医生看医生 那好的同学们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 我们根据头像的阴阳分析的事业受阻的啊以及多个渠道来钱的 同学们来钱不一定能够守住财 是不是也告诉大家解决方案以及工作没有积极性 没有动力的头像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还有白手起家啊 白手起家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重点看看自己的头像或者身边的头像有没有中招了 包括建议是如何怎么做 那好同学们下一期带大家来分析啊根据头像的正反面分析一个人的财运 有这个财运差的头像 辛苦赚钱的 加点后的还有动中求财的头像 分别都是哪些类别 那好的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啊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等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位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